想到这个贷款的计算的范例 那里面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们在建立这个表单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产生一个表单 那里面会有一个名称 那这个部分的话会跟这个模组是分开的 那在我们的专案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就产生一个表单 当然这个表单不只可以产生一个 你可以产生一个以上 也就是说一般如果说 你希望做稍微复杂一点的表单的话 一般会先做一个主页 那这个主页点进去的话 你可以连接到其他的页面 那再来就是说有关于 这一个表单呢 它旁边有个工具箱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工具箱 去帮助我们去在上面做这个元件的一个设计 那一般呢大部分都会在前面 比如说你在输入的前面 会加上一个所谓的标签 标签里面的话呢 在分别放入 我们需要比如说让使用者可以输入 我们就用文字方块 或者可以让它下拉的话呢 旁边有个下拉选单 那最后会有一个所谓按钮的部分 我想这个部分你可以多多使用 那这个的好处就是说呢 可以增进跟使用者之间的互动 OK 那再来就是说呢 上面我通常会加红色的字 那这个红色的字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层次在撰写的时候 你要取得里面的值的时候 你就必须针对你要取得值的这一些元件给它名称 那这个名称的话呢 如果你没有命名正确 那取值的时候会产生错误 再来就是说呢 这个按钮通常也会给一个名称 因为如果你没有给名称的话 你不知道说将来执行的时候 是哪一个按钮被点击了 所以通常这些元件的设计 设计完之后的话 就可以很方便的跟使用者做互动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这上个礼拜 再来把它启动起来 那启动的话有至少两种以上的方式了 一般性就是在那个按钮上面 点击按钮之后 我如果希望 比如说这边加一个按钮 按它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表单叫出来 那最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说你先在模组里面 先增加一个什么 比如说叫表单 或者叫做启动表单的一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的话会对应一个按钮 当我按下它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表单给叫出来 那通常这个表单 我刚刚给它名称叫Home 所以Home.show 就可以把这个表单叫出来 那这个是利用 我们按一下按钮的时候把它叫出来 那上面好像最后有讲到说 如果你不是透过按按钮 而是怎么样 当工作部一启动的时候呢 就直接把它叫出来的话 那基本上 我们就不用在这个地方呼叫 我们呼叫的方式的话呢 是在 在哪个地方 在后面 最后 我把这个档案先 把它叫出来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不是按按钮启动它 而是怎么样 而是类似像这样 我把这个档案打开一下好了 而是当怎么样 当这个表单启动的时候 它顺便 有没有看到 就会自动帮我启动 这个表单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 它一个好处就是说 以后使用者就知道说 以后 我就直接在这边填资料 那 以Sale的角色 就变成是有点像资料库 我把资料存在资料库里面 那存完之后的话呢 就写入一笔资料 比如说我今天 假设要估计一笔资料 比如一千万 那1.6好了 然后借款的年限20年 它一样会按开始计算 会把这两个计算出来 并且把结果输出 一笔在这里 开始计算 有没有 那当然这地方的话呢 你可以重新输入 再重新来过一遍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是上个礼拜做的 比如说也是20年 按开始计算 一样会产生一笔一笔的记录 OK 那这个地方 怎么样启动呢 上礼拜最好讲到 是从这个地方 Visual Basic里面 特别注意是List Workbook List Workbook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Workbook 当Workbook怎么样 被Open的时候 我们一样怎么样 把这个Home点Show叫出来 OK 这个好像应该 上个礼拜最后是讲到这里 因为我有录影下来 我大概记得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把最后的结果 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结果之后的话 那我希望能够怎么样 能够把它新增到资料库里面去 那新增资料到资料库里面去 那资料库呢 有单笔输入 或者是全部输入之后 再把旧的资料删除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怎么做 因为我们这边受限环境 那个SS部分的话 操作可能会有一些些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在云端上面 已经有一个完成的这个 这个资料库 那这边有个叫防贷.accdb 这个部分的资料库呢 已经做好了 也就是说呢 我可以透过 ADO加SEQL 直接怎么样 把我要新增的资料 单笔的 或者是全部写入到这个资料库 所以请各位也把这个资料库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单笔 还有就是批次的把资料 写到那个资料库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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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